大家好我是Alan 歡迎收看投資集記 祝大家龍年進步 開工大吉 財運亨通 今天港股算是來一個不錯的反轉 開市時跟隨著美股低開 原因在於隔晚通脹數字的確比如期為高 所以在美國的減息會進一步向後移 現在來說五月減息的機率已經低於40% 六月減不減是一個未知數 現在大家把減息的寄望放在七、八月這些時間才會進行 所以所有利率敏感的資產昨晚都出現明顯的調整 回到港股時尤其今早本地地產股受到高息 影響或受害最深的板塊尤其是明顯的 但很快出現一個見底回升的格局 趨勢上相對來說比過年前好一點 因為見到有三個小小的底 包括1月22日的11,700的底 然後去到2月初 在15,200至15,300做了小小的底 然後今天去到15,500的位置 就有一個較為強勁小的支持 所以你見到底部是高於1浪 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反彈上升的軌道 當然有一個成交低 A股沒有開市 和大家對於A股開市後的憧憬 所導致 由於已經到2月中 3月初就是內地兩會的時間 關於兩會會制定什麼政策 去應對現在這麼疲弱的經濟 或者這麼疲弱的股市 成為大家的焦點 所以就在兩會之前 陸陸續續應該有很多傳聞 會出現 這些傳聞在股市底部 大家對於一些利膽消息 或者是一些壞消息 就開始免疫 反而對於部分一些利好傳聞 反應是相當大的 例如過年前 傳2萬億的舊市 或者匯金入市的時候 都開始被人有一個無限放大的跡象 似乎現在消息面上雖然好壞 兩方面都有 但市場對於好消息的敏感度 是稍為高一點 所以在短期內 我相信市場是異升難跌 這個在過年前也和大家提及過 其中最值得住的板塊 在過年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就是這個博彩的板塊 短期的直播率 的確是稍為高的 因為首先 和旅遊出行相關的板塊 其實在年前 攜程和同程已經是炒起的 但博彩股尤其是最大的兩隻 金山銀魚 在過年前一個星期左右 2月初 仍然沒有太大的起息 後續才開始慢慢起動 回來的時候 大家受到 就是農曆新年初兩天的旅客 和人博彩數字的刺激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上升 有一點是需要注意的 這個消息應該是未完全充分 反映出來 或者利好數字在後續 應該還會逐步提升 原因傳統上 即是農曆新年 例如年三十 初一初二 是對於傳統 中年六個案 一般都是和家人過的 如果真的要去一些短期旅行 長期旅行就沒有辦法 可能年三十或年二十九已經出去 但如果短期旅行 例如來香港 來澳門 去海南島 這些短期的國內遊 可能會選擇在假期的中後期 例如初一初二年三十 陪家人 然後可能初二初三初四 就開始去一些短途少少的旅行 澳門的旅客數字 或者博彩的收益 可能在農曆新年中後段 反而有機會發力 所以我想隨著這些數字 無論是博彩或者旅客的數字 逐步揭中 我想對於澳門的博彩股的股價 應該會有進一步的刺激 因為頭兩天數字基本上 已經平了去年十一黃金周的紀錄 如果後續的數字 會繼續上升 整體的假期來說 有機會超越 去年十月黃金周的 賭收 或者是一個 出行旅行數字的紀錄 對於博彩股來說 會有一個刺激 但無論是 賺也好 或者博也好 不要去到最後一刻 也不要賺到盡 通常就是這些消息 大家都知道 近幾年都試過很多次 利好真的兌現的時候 反而是大家集中獲利的時間 所以整個博彩股 由過年前一兩日 就開始慢慢升 升到這一刻 我覺得 可能已經去到 中後段 接近水尾的階段 我相信 估計 可能去到 星期四明天 或者星期五 應該是整體博彩板 大家集中獲利的機會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今天的投資集境先和大家談到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 再繼續和你探討 今年有什麼投資策略部署 拜拜 拜拜